那是汉朝第六部 刘秀起兵大汉中兴 从刘秀起义开始 到名将斗县 彻底消灭与汉朝为敌三百年的北匈奴为止 您现在收听的是 《月望东山》作品 那是汉朝第六部 刘秀起兵大汉中兴 有听我想听的喜马拉雅出品 杨腔腔为您播讲 当初李懿老江湖都逃不过刘秀的法眼 可这刘秀怎么也就没想着 宠蒙这个狼子野心的家伙 潜伏在自己身边这么多年 竟然被蒙了过去 丢人至极的刘秀 除了要吐血 这气的都要炸了肺了 于是他马上下了一个命令 什么命令呢 那就是老贼不灭 我心意不死 我要率军出征 亲自宰了宠蒙 此时东平王宠蒙 在海西王董县的配合下 正要围攻陶城 陶城是哪呢 如今的山东省济宁市东 刘秀呢 打探到了宠蒙的活动方向 二话不说 连资重都不要了 亲自率着这些骑兵 日夜奔驰 向冲蒙杀来 当刘秀抵达到康复的时候 这康复是哪呢 也是在山东省济宁市南25公里处 到这的时候 部队已经有点疲惫不堪了 军中的官员都对了刘秀说 说啊 咱们跑了这么老远 很累了 要不停下来休息休息 刘秀说了 不行 继续前进 当刘秀再前进石华里 就到了仁城 仁城也是在山东省济宁市东南 仁城距离 旁蒙要攻打的这个陶城啊 仅仅只有六十华里 这时刘秀挥挥手 说 得嘞 大家都累了 咱们休息一下吧 部队呢 休息力晚 大家都觉得太爽了 第二天大早 将领们就对刘秀说 咱们呀 距离这陶城也不远了 也休息好了 赶紧下达命令吧 看着将领们焦灼的神情 只见刘秀啊 轻轻一笑 说 不急不急 既然都停下来 大家就好好休息休息吧 哎呦 这下将领们可都奇怪了 这时 只见刘秀又笑着说 旁蒙 看见我们远程奔驰 肯定放弃攻打逃城 前来挑战我们 大家呢 就先休息好 没我的命令 就不要出来迎战了 哎 刘秀啊 还真给说对了 很快 旁蒙就派军队来 人城喊打 但是刘秀呢 按兵不动 像一条老蛇一样 不为外部喧哗所动 刘秀的这个做法啊 哎 让将领们很是不理解 你说我们跑了这么老远 就是要当这个大乌龟缩起来吗 被这个旁蒙给嘲笑吗 刘秀呢 好像也看出了大家的心思 再次说 同志们 沉住气啊 旁蒙爱喊 让他喊去吧 喊累了 他自然就回去了 我就是要 哎 商一商他们的锐气 听着刘秀那话 满座 将领 无人不佩服 都说啊 冲动是魔鬼 然而这个时候 被愤怒冲击的人 在怒火燃烧下 竟然还保持着 这么淡定 从容的神情 实在是太可怕了 刘秀呢 的确很可怕 旁蒙部队怎么喊 怎么叫 他就是在营中喝茶 坚决不出城 旁蒙见一只巴掌拍不响 只好就退兵回城了 撤军以后 他们就像现代人研究七星彩一样 研究这个刘秀 旁蒙心里想啊 刘秀你日夜奔驰 按他的心理推算 肯定是到了以后立马就开打 可是肥肉就在眼前 他却在六十华里处按兵不动 他到底想干嘛呢 猜来猜去啊 旁蒙就是猜不出什么所以然了 既然猜不透 那就别猜了 挑战都不打 那我就只有自己先动手了 于是 旁蒙下令攻打陶城 但是啊 这哥们连续攻打了二十多天 陶城还是没能拿下 事实上 旁蒙搞不定逃城啊 那也是有原因的 逃城人文厅 刘秀啊 就在逃城六十华里之外 肯定不会见死不救的 所以每个人都特别卖力的守城 旁蒙被拖了二十多天 部队 被拖的也是特别的累啊 就在这个时候 刘秀老舌出动了 旁蒙并不知道 他已经中了刘秀的圈套了 旁蒙说他 琢蒙不透 刘秀按兵不动的原因 现在刘秀就要告诉他了 原来 刘秀不着急攻打旁蒙 主要是有两个原因 让逃城守军 消耗旁蒙战斗力 这是其一 等待援军到来 一举歼灭旁蒙 这是其二 旁蒙有所不知 在他派军来挑战刘秀的时候 刘秀那边已经派人去喊人了 尽管战争不等于群殴 但很多时候 人多还是好办事的 这次刘秀去喊人 不只是喊一个人 而是把好几个大将军 都给喊过来了 他们分别是 吴翰 夏家兵 王长 盖延 王霸 这些人 等吴翰等诸军 会试完毕之后 刘秀就发起了进攻的总命令 刘秀呢 亲自擂鼓 壮实健壮 杀人的很卖力 一鼓作戏 就打败了庞蒙的围城之军 庞蒙呢 招架不住 拔腿就跑 投奔谭县的海西王董县 刘秀率军追赶 当大军行道距离 董县只有一百余华里的时候 突然呢 又把部队给叫住了 停止前进 上次 刘秀是为了等待 武汉援军的到达 可是这次呢 部队的斗气啊 也就是士气正望着呢 完全可以杀向董县 可为什么还是要停止进军呢 于是 刘秀的将领们都想不通 纷纷要求进军 刘秀呢 心弦气定的向众将领说 众卿啊 不要急 这饭呢 要一口一口吃 仗呢 要一场一场的打 一口吃成胖子 一下子啊 就剿灭敌人 那是不可能的事 你们都等着吧 很快呀 就可以听到进攻的命令了 这众将啊 还真不知道 刘秀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 尤其是这次 这次又卖什么药呢 然而很快 将领们就明白了 原来刘秀之所以不着急进攻 不是别的 而是为了节约战争成本 事情呢 是这样的 此时那边海西王董县 也拉了一帮人来 这个撞自己的声势 不过这帮人都是吃得了今天 不知道明天在哪的乱民集团 刘秀认为了 这帮人根本就帮不了董县多久 因为他们缺吃的 缺粮食 而董县呢 又勾不起他们 只要撑不了多久 这些人自然就会崩溃的 只要他们挨一散 这对付董县可就容易多了 果不其然 不久之后啊 董县喊来的那帮乱民兄弟 因为没有粮食事 就自行的去寻找生路去了 就在这个时候 刘秀呢 再也不等了 他亲自上阵 向海西王发起了进攻 这战斗呢 只维持了三天 还希望董县和庞蒙就撑不住了 继续逃跑 跑到了渠县 渠县是哪呢 今天的江苏省连云港市 公元三十年 大司马武汉 终于攻打下了这个渠县 斩杀庞蒙和董县 至此 刘秀呢 终于解放了长江 淮河 山东等一带地区 解放区的天空啊 是明朗的天空 解放区的空气 是新鲜的空气 刘秀听到武汉 斩杀庞蒙的消息以后啊 这心里头就像是 卸了一块压在心里的巨石 终于舒服的 长长的呼出了一口晦气 当刘秀在那边追着旁蒙 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 这边耿眼也动手开打了 刘秀的将领风格万千 形象鲜明夺目的 不在少数 比如说冯义 他文武兼备 而且呢 还特别的谦虚 从来不争攻抢拳 刘秀部队没打胜一仗 朱将呢 特别喜欢 聚在一块论论功行进场 冯义呢 却独自跑到大树底下乘个梁 置之度外 仿若这功劳啊 跟自己没有任何关系 从此 冯义呢 也得了一个绰号 叫什么呢 叫大树将军 老在树下底下乘梁嘛 您现在收听的是 《愿望东山》作品 那是汉潮第六部 刘秀起兵 大汉中兴 有听我想听的喜马拉雅出品 杨腔腔为您播讲 如果您觉得我播讲的 还是不错的话 可以给我点个红心 点个赞 评个论 或者打个赏 在这儿 我谢谢各位了 冯义特别 耿眼 更具风格 在刘秀诸多的将领之中 吃过败仗的人 不少 很多将领啊 如果没有刘秀作战指挥 都不知道死了几回了 可唯独耿眼 不需要刘秀指挥 只要他上了战场 没有搞不定的人 没有打不赢的仗 至少到目前是这样的啊 此时 齐王张布一听说 猛人耿眼来攻 哎呀 不防了几道防线 在这个世界上 对强者来说 无所谓门槛 在战场上 对猛人来说 所谓防线 也是形同虚设 很快 耿眼就让这个张布 充分的见识到 什么叫做真正的猛男 耿眼渡过黄河之后 不到半天 就攻破了张布的 第一道防线 驻阿城 哪呢 深东省长青县东北 然后呢 故意留了一个缺口 让残余的敌人逃跑 跑到第二道防线 中城的时候 里边的人一听说 耿眼来了 哎呀 就像是这个 阳厅的狼来了一样 城市呢 也不要了 直接就开跑 留下了一座空城 接着耿眼又破了两道防线 打到了济南郡 无所阻挡 公务不克 这个时候张布 害怕了 他仿佛看到 如果耿眼再突破 两道防线的话 他这个旗王 也就混到头了 张布最后的两道防线呢 是两座城池 一座是西安城 哎 这可不是陕西的西安啊 是如今的山东省环台县东 另外一座呢 是林兹城啊 如今的山东省资博市林兹镇 正所谓此西安城 非陕西省西安市 然而林兹城还是那个林兹城 想明天下无人不知啊 西安城距离林兹城 只有四十华里 张布派了两万兵守在西安 一万余人守在林兹 两城呢距离不远 成为了脊脚之士 互为救援 但是让张布意想不到的事出现了 耿眼呢 竟然牛气哄哄的 把军队开到了两城中间来 稍微熟悉兵法的人都知道 两城相连 犹如虎头蛇尾 耿眼站中间 你想打蛇头 这蛇尾要来抽你 你想打蛇尾呢 蛇头反过来咬你 任你再强 你也是瞎忙活 前面都说过了 对于猛人来说啊 所谓战场的任何防线都是虚设 在耿眼看来 他把军队开到两城中间 不是吃饱了撑着 过来逃打的 拿下两城 对他来说 不存在任何技术问题 耿眼驻军以后 就派人传话了 让各部好生休息五天 就休息五天 五天以后向西安发起总攻 耿眼告诉部将 西安成小却十分的坚固 张部在这块驻军 又是精锐 林自成呢 虽享明久矣 但攻下他并不困难 所以呢 攻城以攻坚为上 那就先攻取西安吧 耿眼那大张旗鼓 扬言全军吃饱睡足 五天之后攻打西安城的消息 很快就传到了西安城 张部守将那儿 那边的人一听啊 急坏了 负责守城的人 是张部的弟弟张岚 耿眼在江湖上的名号 可谓是出了名的猛将 张岚听说他要过来攻城 整天忙活 没日没夜的家故城墙 派人轮班的巡逻 这时间呢 过得很快 就这么五天过去了 第五天的半夜 耿眼命令全军进餐 准备出发 等到天明的时候 大军呢 就抵达到城下了 可是当大家这个 大眼瞪小眼看的时候 都不禁得愣住了 哎 怎么愣住了呢 因为耿眼命令 他们攻打的呀 不是五天前就传得 沸沸扬扬的西安城 而是林自成 称所谓兵不厌仗 耿眼耍的这招啊 学命就叫做声东击西 但是此招一出 马上就遭到了 护军 巡良等人的反对 他们认为 西安城兵强 如果攻打林自成 西安城的张岚 肯定会率军来袭 腹背受敌 那必然会失败的 先攻打西安城 就不一样了 林自呢 兵弱 连守城都困难 肯定不会从背后袭击的 耿眼这边一听啊 就笑了 反驳他 你们啊 只说对了一半 如果我们攻打西安 林自成可能不会偷袭 但是如果我们先攻打林自成 料西安城张岚 也不会背后袭击我们的 哎 这话怎么说呢 耿眼的讲了半天 仲将啊 跟大家一样 也都是听不明白 耿眼的接着说 诸位想想 五天前我们就放出风声 说要去攻打西安城 现在他们那边紧张的要命 还不知道能不能挨得过去 哪有胆量去救人呢 林自方面 肯定没有料到我们会攻城 只要我们一喊打 他们肯定就会荒城一团 很快就会被我们拿下的 诸位只想攻打西安城 并不知道后果有多么严重 相反 拿下林自成 西安城根本就不用攻 自然就会沦丧的 这个时候啊 朱将呢 好像稍微那么听明白了一点 可他怎么都觉得 耿眼呢 不是来攻城的 而是来吹牛的 战争呢 还没开打 耿眼就吹的一套一套了 满地的牛 都要被他给吹到天上去了 耿眼看着朱将神情闪烁不定 灰意的笑了 只见他的胸有成竹 自信十足的又说道 诸位啊 不要以为我是在吹牛皮 不信 你们就听我分析 你们听完以后啊 肯定就懂了 耿眼这才把他的作战计划 一一道来 没想到啊 众将听完之后恍然大悟 脸上都对耿眼 露出了敬佩的笑容 他们都不禁齐呼起来 猛人猛人 果然名不虚传啊 原来耿眼呢 是这样分析战场形势的 此时张布呢 正在首府巨县驻守 巨县是如今的山东省寿光市南 林兹城呢 就处于西安城和巨县的咽喉之处 打下了林兹 这西安城就是一座孤城 任他兵马再多 城墙再怎么牢固 也折腾不了多少 必定就会弃城的 这是其一 西安城人多强固 要想拿下他 每个十天半个月是不行的 就算拿不下他 张兰率军逃跑 与张布集兵于林兹城 当我军去路 而我们深入敌境作战 粮食补给困难 这样很容易被他们拖垮的 这是其二 所以由于以上的总结 先打林兹取胜的就容易 时间快 效果好 夺一成等于夺两成 无论怎么算 都是大赚特赚的买卖 这样的买卖可遇而不可求 如果丢了不做 那就实在太可惜了 耿眼把这事说完之后 就马上下令进攻林兹 果然不出耿眼所料 仅用了半天时间 林兹城就被拿下了 更让人称奇的是 驻守西安城的张布 一听说那边林兹失手了 立马就弃城逃回巨蟹 于是乎耿眼这一箭双雕 只半天就攻破了两成 耿眼就像是一把尖刀刺穿了空气 架在张布的脖子上 接着耿眼发布文书公开宣称 进城后不准抢劫 等张布到来再一起收拾 耿眼之所以称为猛男 不仅是因为他很会打仗 有杀手的称号 然而此次禁止部队 抢夺林兹西安这两成 并不仅仅是他突发善心 而是他别有用心 知己知彼 百战不但 耿眼很了解自己 更了解敌人张布 耿眼之所以放话出来 要拿张布 其实就是为了故意刺激对方 只要对方中计了 自然就会率军前来攻城 与林兹城下决战 而不需要他大老远 跑到巨县挑战 这就叫做做买卖 想占便宜就要占到底 本来那张布可以以一代劳 这个便宜 结果让耿眼给他抢了去 朱将发现 料敌如神的耿眼放话以后 张布果然上当了 张布一听耿眼等着他主动上门 不禁就仰天大笑 天下牛人何其多 张布自认为算一个 张布认为 自从他举兵造反以来 多大场面他没见过 当初他曾率军 一下子就打败过其他十万余的乱民集团 今天耿眼人少兵弱 跑到家门口撒野也就罢了 竟然还口出狂言 如果他是雷公的话 都不知道耿眼该劈死多少回了 于是不服气的张布 揪起了二十余万部队 开到了林子城下 他倒要瞧瞧 吹牛大王耿眼 到底能不能把他这二十万大军 全都吹到天上去 愿望东山作品 那是汉潮第六部 刘秀起兵 大汉中兴 正在喜马拉雅FM 持续的为大家更新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可以下载喜马拉雅FM手机APP 关注杨腔腔 或者微信搜索小杨说事 让我们聊一聊 汉潮的哪些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